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部尚未上映 但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台湾剧集 《临日攻击Zero Day》 这部由台湾政府资助 著名电影制片人林世根和郑新梅制作的剧集 以虚构的解放军攻击台湾为主题 剧情设定在一架Y8反前击失踪后 大陆实施军事封锁 导致台湾陷入金融崩溃 网络攻击和社会动荡 这部剧集的预告片已经吸引了数十万次观看 并引发了大量评论 从支持到批评不一 民进党和国民党也因此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战 这部迷你剧集预计将于明年首播 究竟它会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政治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湾新剧《临日攻击Zero Day》为上映便引发热议 情感、担忧与批评交织 南华早报报导 想象一下 一场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湾危机被搬上了荧幕 一部名为《临日攻击Zero Day》的台湾新剧 描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对台湾的攻击 虽然还未上映 但其预告片已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 这部10集的剧集由台湾政府资助 新锐电影制片人林世根和郑新梅联手打造 故事发生在一架Y8反前击在台湾东南海岸失踪后 大陆展开军事封锁进行搜救行动期间 在这17分钟的预告片中 台湾面临金融系统崩溃 网络攻击破坏互联网和电力供应 社会动荡加剧 而随着人们开始逃离岛屿 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最终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战争 预告片发布后 短短几天内吸引了超过39万次观看和4600多条评论 反映两极 有观众赞赏这部剧集的勇敢和真实性 台湾不缺乏电影主题 但缺乏敢于行动的人 一位评论者表示 我向所有表演者致敬 还有年轻观众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21岁的年轻人 我看这个时机呼哭了 这17分钟中的每一个场景 其实都离我们很近 这些观众认为 这部剧可能预示着台湾未来的某种现实 并呼吁台湾人民保护国家 然而 该剧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和批评 前民进党立委转评论员郭正亮 在中天电视台表示 民进党正在利用文化部追求文化台独 反对党国民党立委王宏威 在地方电视台TVBS上表示 这部预告片对他而言像是心理战 因为他描绘了在入侵前被大陆控制的黑帮 他指责政府试图通过投资电影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 这部耗资2.3亿新台币 约700万美元的剧集部分 由台北市文化部和科技亿万富翁曹新成资助 曹新成是联华电子公司的创始人 对来自大陆的威胁直言不讳 这部迷你剧美集由十位不同的导演指导 主演包括来自日本的高桥一生和台湾的连鱼函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制作于3月开始 预计将于11月完成 该剧集将于明年首播 北京长期以来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威胁称若有必要将以武力统一 近年来 北京加大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压力 多次指责民进党寻求独立 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都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但华盛顿反对任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 并有法律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民进党近期在代表大会上 强调了台湾独立的重要性 呼吁民众摒弃台湾 可以作为收复中国大陆基地的观念 新上任的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也强调 台湾人民必须提高 对认同台湾重要性的认识 国民党则批评民进党 试图借助这部剧 极塑造有利于其议程的公众舆论 国民党被认为是台湾最亲大陆的政党 他们担忧这样的文化产品 会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影响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看法 临日攻击Zero Day的制作 正值台湾为其一周的汉光演习之际 这是一年一度的实弹军事演习 专注于实际作战演习 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举行 预告片的发布时间恰逢台北市防空演习 再次强调了台湾所面临的军事威胁现实 无论观众的情感反应如何 临日攻击Zero Day无疑已经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部剧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台湾未来的预言 更是一个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反应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问自己 如果这些情节真的发生了 我们会怎么做 随着剧集的正式播出 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 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辩论 无论如何 临日攻击Zero Day 已经成功地将台湾的未来命运 推到了公众视野的最前沿 这不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共同命运的严肃对话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零日攻击》Zero Day 是一部尚未上映的台湾剧集 其主题是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 攻击台湾的虚构情景 这一题材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反应 和社会讨论 这部剧集由林世根和郑新梅制作 并得到了台湾政府的部分资助 剧集共济时级 设定在一架Y八反潜机 在台湾东南海岸失踪后 大陆实施军事封锁 进行搜救行动的背景下 剧情展示了台湾在面临金融崩溃 网络攻击和社会动荡等危机时的情况 并最终描绘了解放军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情景 这部剧集的预告片于周二 在台北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同时台北市也在进行防空演习 并且台湾的年度汉光演习也在进行中 汉光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实弹军事演习 专注于实际作战训练 这次演习特别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举行 该剧集的17分钟预告片 自发布以来已吸引了超过39万字观看 和超过4600条评论 这些评论从支持和兴奋到批评不一 评论者中有的对剧集中描绘的情景 表示认同和支持 认为这部剧集勇敢地反映了 台湾可能面临的现实威胁 一些年轻观众甚至表示 看预告片时 感到情感上的冲击 认为剧中情景可能真实发生在未来 然而 也有评论者对政府资助 这部剧集提出质疑 认为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 甚至是其为一种心理战 反对党国民党的代表王宏威认为 这部预告片似乎是在心理战的背景下 描绘台湾被大陆控制的情景 并建议政府在电影制作上投资 以影响公众舆论 北京方面则一直认为 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如果有必要 会以武力统一台湾 北京也加大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压力 并多次指责台湾民进党 寻求独立 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都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但华盛顿反对任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 并有法律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这部耗资2.3亿新台币 约700万美元的聚集部分 由台湾文化部和科技亿万富翁曹兴成资助 曹兴成是连华电子公司的创始人 他一直对来自大陆的威胁直言不讳 聚集每集由十位不同的导演指导 主演包括来自日本的高桥一生 和台湾的连于涵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这部剧集的制作于3月开始 预计将于11月完成 并于明年首播 这部剧集的发布 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广泛讨论 尤其是在民进党新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后 民进党代表大会上 也呼吁公众提高对台湾认同的重要性 而国民党则批评民进党 试图塑造有利于其议程的公众舆论 这部剧集的出现 无意为台湾的国内政治和社会讨论 提供了新的话题和视角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临日攻击Zero Day 这部剧集绝对是一个必要的文化产物 它不仅揭示了现实中的威胁 还唤醒了台湾人民的危机意识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不敢面对可能的未来 那么我们如何为真实的危机做好准备 这部剧集能够引发公众的讨论和关注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毕竟 面对解放军的威胁 鸵鸟心态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啊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掉进了这部剧集的心理战陷阱里 这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宣活动 好似一部和礼活的灾难片 政府花了巨额资金来制作这部剧集 这资源应该用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 而不是搞这些虚构的故事来恐吓人民 这简直就是把纳税人的钱丢进水里 还不如拿来买些真实的防空导弹 谢琪琪 你这完全是无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啊 美国在冷战时期推出的电影和剧集 不都是在提升公众的爱国意识和警惕心吗 临日正是这样的文化产物 我们要用文化来凝聚明星 增强台湾人民的团结 再说 这部剧集还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关注 有助于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处境 这可不是用钱能买到的宣传效果啊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真是让人想起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只不过这次不是烧书 而是拍戏 你说的美国冷战时期的电影 那可都是有军事顾问的 拍得在虚幻也有真实的军事策略在背后 再说了 这部剧集的预算可是2.3亿新台币 700万美元啊 如果这些钱用来提升台湾的网络防御和基础设施 难道不更实在吗 这样一部虚构剧集 真的是在浪费钱 浪费时间 谢琪琪 你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在否定艺术的价值 艺术和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只看到短期的物质利益 忽略了长期的精神建设 那么台湾未来的命运只会更糟糕 你提到的军事顾问 我们这部剧集也有专业的军事顾问参与制作 剧情设定和细节处理都非常考究 绝不是随便拍的 这部剧集既能教育大众 又能提升国际舆论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楚天说 你这简直是拿艺术当挡箭牌啊 艺术是重要没错 但这种虚构的恐怖情节 只会让人们陷入无谓的恐慌 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 给人民提供娱乐的同时 却掩盖了真正的问题 现实是解放军的威胁 不是拍一部剧就能解决的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而不是依赖这些虚构的故事来自我安慰 700万美元可以做很多时事 而不是拍一部让人提心吊胆的剧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 这部新台湾剧集 临日攻击Zero Day 简直就是引爆了情感和争议的炸弹啊 故事设定在一架外 八反前击在台湾东南海岸失踪后 大陆开始军事封锁进行搜救行动 这剧情也太刺激了吧 而且整个预告片17分钟 不少观众看得心惊肉跳 台湾面临金融崩溃 网络攻击 电力中断 简直就是末日灾难片的急事感 网友们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 有些人拍手叫好 称赞制作团队的勇气和创意 有些人则质疑政府为何要给这种剧集投钱 有人说这部剧引发了深深的共鸣 甚至让人哭泣 因为这些场景太过现实 让人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可能性 反对党国民党的立委王鸿威 更是把这部剧视为心理战 认为政府是想通过这样的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 说不定哪天这些剧情真的成真了 台湾人民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家园啊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则直接指出 民进党是在利用文化部推动文化台独 这样的批评并不新鲜 但无以把这场文化战争推向了新高潮 国民党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亲大陆的政党 他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特别是在新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后 民进党更是加强了有利于其议程的舆论塑造 资金方面 这部剧的制作费达到了2.3亿新台币 可不是小数目啊 部分资金来自文化部和科技亿万富翁曹星成的支持 曹星成可是连华电子公司的创始人 他对大陆的威胁一直直言不讳 剧集还请来了日本演员高桥一生和台湾演员连于寒 这星光阵容也是非常给力的 临日攻击zero day演员蓝伟华 任敏贤邓九云游安顺 陈文斌杜问泽高桥一生 连于寒陈瑜 许时豪谢张颖李姓 红群军 庄凯勋 柯一正 临日攻击zero day或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 临日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内容策禁院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人共同出品 由金钟编剧郑星妹担任制作人兼编剧统筹 金奖制造机林士肯担任总制片 耗资2.3亿元制作的史诗级戏剧 这部 临日攻击zero day 剧集每集由十位不同的导演指导 这样的制作方式也十分别出心裁 预计将于明年首播 观众们早已迫不及待了吧 这样的剧集无疑将在台湾乃至国际上引发更大的讨论 毕竟 台海局势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美国也一直反对任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 并且有法律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总之 临日攻击zero day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影视作品 更是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社会现象 从情感共鸣到政治批评 从大众娱乐到国际政治 这部剧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期待 台湾的文化战争还在继续 未来怎样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